那大氣有對我們的保護 有三個保護 維護生命 阻擋外來危害 調節溫度能量 其中第二個比較會烤 阻擋外來危害 有烤過比較會烤 第一個是維護生命 第一句話是廢話 呼吸作用需要誰 氧氣 光合作用需要誰 二氧化碳 誰給你氧氣 誰給你氧化碳 大氣 所以大氣提供了我們生命生存所需的氧氣 跟二氧化碳 還有一個 我前面有跟各位提告過 地球上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 非常鹼 非常熱 非常冷 壓力非常大 你覺得不會有生命活得下去的地方 我們都發現了生命的蹤跡 共同的特徵就是有液態水 在整個大自然的水循環的過程中 蒸發凝蝶這樣的過程中 他就把這個水送到世界各地去 一 使世界各地都有機會繁衍生命 第二 使世界各地的生命都得了他們所需要的水分 所以大氣提供了我們生命所需的材料 好 再來就是比較會考的 阻擋外來危害 包括擋得住 看了就能看不見 看得見 炸炸 微粒 小石頭 小顆粒 這些天上宇宙天的小顆粒 進入大氣的時候 跟大氣摩擦 發光發熱叫做 流星 燒不完 知道地上叫做 隕石 學者就問你 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月球沒有大氣 月球沒有大氣 不會摩擦 不會發發熱 月球有沒有隕石 有 沙太太就叫做 隕石 大家叫它隕石 所以月球沒有流星 是有隕石 就是學生考過的 所以叫擋得住看得見的 這些炸炸 還有擋得住看不見的 剛剛叫那個紫外線 紫外線你看不見 我們的平流層 臭氧層 過濾到紫外線 它叫宇宙射線 講一個知識外地 我給你介紹一下 你自己看 也高能量的帶電粒 它就直尺 然後呢 這個在最上面 升溫子的地方被吸收掉 這些 就讓這些高能的帶電粒 不會直接到達地球表面 傷害到地表的生物 要保護我們 擋得住看不見的 所以 大氣保護了我們 擋得住看得見的 跟擋得住看不見的 最後一個叫做 調節能量 剛剛跟各位提過 我們有溫室器 也幸好有溫室器 溫室器裡 幫我們吸熱 幫我們放熱 然後保持地球溫 如果沒有溫室器 我們的平衡溫 吸熱放熱的平溫度 會從15度降到零下18度 冷凍豬肉那種 有沒有 所以 我們幸好 有溫室器 但是又不會太多 如果我們多了跟金心一樣 會不用玩 金心表面 所以我們有 剛剛好 有 但是又不會太多的溫室器 幫我們吸熱放熱 然後讓我們保持一個適合的溫暖 溫度 可以 一個 另外一個是 喇喇 就是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下降 喇喇 喇喇 熱的會上升 就會太 調和 所以 我們的溫差 就不會 太大 所以我前面教過 只要這個星球 沒有大氣 沒有水 溫差就會 很大 那我們就有人幫我們喇喇 調節一下 這樣溫差就不會太大 所以 對我們的保護 大概就這樣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好 請寫課長練習